什麼叫做緊張 什麼叫做刺激 你知道嗎 緊張是什麼東西 你當時會說緊張 就是事情還沒發生那時候的緊張 未來還不知道發生什麼 兩個人要開始打很緊張 就逼來逼去 那叫緊張 或者打到僵持不下的時候很緊張 刺激是什麼 當時說刺激 已經開始打了 打得很 刺激的很好看 緊張刺激 台灣現在就是在很緊張 刺激的時候 我在這裡 在我們的手套 所以我今天的題目是什麼 關鍵時刻唯一的選擇是什麼 說到關鍵時刻 什麼關鍵時刻 關鍵時刻有什麼意思 什麼叫關鍵 你幾十人裡面有什麼關鍵時刻 關鍵時刻 關鍵時刻不是只有關鍵時刻 比如說 塞車有一次查車陷的出車禍 那時候剛才轉到左邊 就閃過了 得到一條命 這算關鍵時刻 對吧 還是說 要結婚 選這個還是選那個 後來選到那個 後來那個後來 關鍵時刻選對了 對吧 關鍵嘛 你人生沒有幾個關鍵時刻 對吧 你出席一陣 突然媽媽發燒 有人突然把你媽媽看 叫送到便宜 你出席了 關鍵時刻 突然覺得貴人出現 對吧 那叫關鍵時刻 我現在跟你說 台灣人上一世紀的關鍵時刻 是當時的 你想看看 你小時候 上個世紀 台灣人的關鍵時刻是什麼時候 我們想看看 就是那時候 我告訴你是什麼時候 可能大家有很多答案 但是我告訴你 給你們聽聽看 什麼是台灣人上個世紀的關鍵時刻 決定台灣人上個世紀的命運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那時候 我們前排 我們投降 那個還不是關鍵時刻 因為你沒有在做決定 關鍵時刻 其實你做決定 這叫做關鍵 對吧 如果把人做決定 把你決定 那不是你的關鍵時刻 是別人的關鍵時刻 影響到你的 對吧 關鍵時刻 是我可以有掌握權力的時候 但是我做了那個決定 叫關鍵時刻 台灣人上世紀關鍵時刻 什麼 我跟你說 那時候做什麼事 就是中國人的軍隊 進到 淡水 有這樣一次 給人工一次 那時候 那個部隊一次 把他帶他的難民進來的時候 台灣人的回應 是一個關鍵時刻 你要歡迎他嗎 那時候台灣人就在選擇 做一個抉擇 你到底是 要做什麼 要跟他們的關係是什麼 結果台灣人 我們北部阿公阿嬤 那台做了什麼事情 拿旗子去咬歡迎 對吧 說明國旗也 倒過來那時候 因為不太看見 對吧 你給他歡迎 沒有被佔領地的百姓 去歡迎佔領軍 沒什麼事情 除非說你不要把我抬 你不要把我領地 我就去騎 這樣OK搖擺旗 然後他的旗在那邊搖是什麼意思 所以 那就是台灣的關鍵時刻 台灣人 當你面對那時候 如果台灣人 那時候做一個選擇 有兩個選擇 你如果說我堅持 我是被佔領者 那時候 你是佔領軍 那時候的關係就 發得很清楚 我是日本人 你是中國人 你把我抬 你就要按照戰爭法 來對付我 我給你打 給你怎麼樣沒關係 但是有戰爭法 保護我 但是我是日本人 你是中國人 但是那個關鍵時刻 台灣人做一個選擇 說我也是戰勝者 你走去那邊歡迎 回到祖國懷抱 或許不是大部分的人 但是很多人 有決策的人 比如說 我們的省議會議長 叫做黃朝群 代表我們台灣人 有人說 那是他個人意見 錯了 你的意見 我的意見 都不重要 那只是在上位者的意見 歐巴馬的意見 這麼重要 可不可以講是他個人意見 不可以 代表整個美國 所以歐巴馬 如果要做總統 不能亂講話 做台灣 那時候所謂的省政府主席 那也不能亂講 代表台灣人講話 對不對 結果這個是 我中國 是中國人 去美國投資後來 就在中國的外交部做事 那就是中國人 但是他用台灣人的靠 去代表台灣人去表態 就是美國人說 好 你中國人 我視你為中國人 結果才有七十年 你中國人 你中國人 做兵 你中國人 叫水 你中國人 講中文 你中國人 所以都 你既然那個前提 你做那個關鍵時刻 做那個決定 接下去都變了 是不是這樣 才有今天 你叫人人 現在 台灣這個世紀的關鍵時刻 是什麼時候 對嗎 今天晚上啊 明天早上啊 要選紀念 我們這個人 站出來 我們代表台灣人 對這群 流行政務說 NO 不是的 我們站出來了 我們有民政府化的身份證 我敬明我是本土代表人 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被佔領地的百姓 現在在這邊 大家的話在消選舉 我們站在這邊 透過網路 跟世界上的人講 被佔領地的百姓在這裡 我們不願意選舉 我們不承認這個東西 很清楚 所以是什麼 關鍵時刻 關鍵時刻 要做什麼事情 我跟妳講 當妳在面對關鍵時刻 最重要最重要的態度是什麼 就是這個字 要跟妳講 這個字是什麼 誠實啊 我們這些人做什麼事情 最重要的一個原則 就叫誠實 誠實面對所有的東西 誠實 我說關鍵唯一的選擇是什麼 但有原因 妳在做關鍵時刻 妳唯一可以算的 誠實 誠實的面對四周圍環境 誠實的面對妳所有的選項 誠實的按照妳心裡面的 傾向去做決策 這是最好的 最好的啦 因為外國人說誠實是最好的政策 對吧 Honest is the best policy 就最好 最好跟妳這條路 不要趕快把她不想騙的 不可以把她弄下去 尊重好 這都不行 只有一個答案 誠實面對她 今天我要繼續 就要說這個 最近有消息嗎 對吧 前幾天對不對 發生什麼事情 有一個叫子余 現在不是要講的 有一個媒體的 年輕的女生 十六歲還是十七歲 對吧 她參加韓國的女子天團 提起子 說我剛才來 她抓中華民國 記得要抓 結果讓中國網友 也說這是台獨 把她封殺 結果這個 你們知道閃靈嗎 最近不是出來要選舉的 那個人的太太 對吧 館長 起到臉書 紅說連子余都保護不了的國家 還能解決什麼問題 對吧 這裡有國家嗎 台灣是個國家嗎 他以為是國家 對吧 他以為中華民國 因為因老公 在中華民國的系統裡面選舉 所以他一定要承認 這是個國家 他就覺得很挫折 想說這個 我要去選舉這個國家 不能保護這個國旗 對吧 結果你又說 中華民國旗 當然不代表台灣 是不是 結果 我告訴你 中華民國體系之下 有兩種人 等一下我告訴你 結果這件事老大 對吧 很多人就跟著他拿國旗 對不對 包括國民黨的上階層 都在抓國旗在那裡搖 對不對 我來挑戰一件事情 好大 拿這個到中國 你們這些高官 到中國去搖 不要在台灣搖 不要關起來搖 對不對 出去搖 所以中國的官員來台灣 跟你們交流的時候 拿出來搖 馬英九軍 先加坡國走 不拿出來搖 都要搖 再配置 再搖一下 看到還要搖過去 為什麼要這樣子 你不是尊重中華民國國旗嗎 所以中華民國體系裡面有兩種人 哪兩種人 我說台灣這個土地有兩種人 占領者跟被占領者 我現在說 占領者是中華民國 就算在那裡搖 那裡兩種人 哪兩種人 知情者跟不知情者 知道怎麼知道 跟不知道怎麼知道 這個人 上面這個山林 這個年輕人 就是不知道怎麼知道 他真的相信中華民國 真的拿國旗 結果都撞壁 對不對 到處都去打槍 是不是 那就是不知情者 知情者怎麼樣 會收起來 有沒有 知情者不敢去亂搞 不知情者跑到法府去申請 馬上就被美國國員打槍 是不是 知情者跟不知情者 所以現在拿國旗 招謀作樣的人 都列隊拿到中國去 去給啊 所以 現在所有選舉上面的人 我等一下給你看一個圖 我先給你們看這個圖 覺得蠻好看的 這個圖很好看喔 這個你們大概之前都沒有看過 慢慢看喔 沒有那麼容易看得懂 很複雜喔 有幾個圓喔 一層一層一層 上面那兩個你們一定會先注意 那是右邊是國防 你們的左邊是美國國防部長 在哪裡 這裡是哪裡 PandaGon是什麼 五角大廈 美國國防部五角大廈 跟中國國防部長在那邊講話 對談 之前不是他啦 另外一個 現在是換他啦 我要說這個圖很簡單 1945年4月號發生了戰爭 對不對 剛剛我們秘書講的 已經把前面都講完了 簡單的講 這邊是發生什麼事情 台灣 本地是日本人 我們是被戰連地的百姓 Japanese The subject of Japan Emperor 慢慢 我們要學很多英文 Subject就是臣民 新民 Subject of Japan Emperor 日本的天皇 Emperor叫天皇 我們是他的臣民 就是subject 那我們同時也是occupied people 我們是被佔領地的百姓 左邊是occupier 那occupier真正的什麼 principal 就是主要的佔領全國 就是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是什麼 這是究竟是和約上面的用字 你們慢慢就要知道這幾個字 你們去看那個台灣 領管都會什麼 那就是美國 所以美國來的時候 他要做兩件事情 成立兩個組織 所以我們現在是講 佔領地一定要成立兩個 一個是軍政府 一個是民政府 對不對 沒有錯 他成立了 可是他叫代理人 叫做中國 中國來代理他佔領 所以中國一旦是佔領區 按照戰爭法 也要成立他的軍政府跟民政府 你知道嗎 所以中國在台灣的軍政府 佔領台灣的軍政府是什麼 警備總部 叫做海軍書 中國佔領台灣的民政府叫什麼 行政長關公書 後來叫什麼 省政府 信不信 現在也不敢拿掉 為什麼 因為他要按照戰爭法 做這些事 所以這是這一層 對不對 occupier是中國 對不對 佔領我們這個 真正佔領者是這個 叫principal occupier power 對不對 那根據什麼 在做這件事情 law of war international 按照戰爭法 國際法 來做這個 你知道嗎 現在問題 怎麼上面還有其他法呢 所以這個基礎上面 他建構另外一個東西出來 因為這個佔領者後來不是中國 他不能代表中國了 他後來輸掉了 變成流亡政府 可是這個美國又不想把它拿走 所以總是要做一個法律 讓他能夠繼續在台灣待下來 他用什麼法 台灣關係法 不是戒嚴法 你弄錯了 戒嚴法是中華民國在講的 他也沒有資格在台 講到戒嚴法 就要講給清楚 戒嚴法不是他可以弄的 戒嚴法只有主權獨立的國家 才可以實施戒嚴法 你是外國人 你是佔領軍 你搞什麼戒嚴法 要騙什麼人 要騙世界上的人 以後再講這個 因為你現在靠在中華民國的系統 現在不是都想不清楚 你現在跳得跳的戒嚴法 在法律上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先講台灣關係法 大家都知道 台灣關係法裡面 為什麼台灣關係法 先講什麼叫台灣關係法 叫做台灣Relation Act Act是什麼 ACT這個字 台灣關係法是美國的法律嗎 是耶 誰通過的 誰寫的 美國國會 美國國會 怎麼去寫一個 如果台灣是另外一個國家 怎麼去寫一個國家 跟另外一個國家直接寫這個ACT ACT叫什麼 有兩種 一講到法律 就有人要打哈欠 台灣關係法 我們講成法 其實它叫做ACT ACT是針對美國的National 規範他們國內的事情 所以台灣關係法是國內法 美國的國內法 不是國際的條約 你一個國際跟另外一個 就定定的是條約 是要美國這種出面 不是由國會自己開個committee 然後就決定 我們通過台灣關係法 他們有兩個 一個是public law 一個是private law public law 以後再講 不講太深 先跟你講 台灣關係法是美國國內法 那你怎麼可以把另外一個國家 如果中華美國是一個真的國家的話 你怎麼可以把規範跟對方 另外一個國家的關係 放到你的國內法裡面來處理 會覺得很奇怪嗎 你怎麼一想就知道 所以呢 我們跟美國是有關係 所以叫台灣關係法 而且你是他下面的人 你才可以跟他簽這個 你知道嗎 所以你現在是美國管的嘛 所以我們的告才去到美國去告 美國的法院才會受理嘛 不然你外國人來美國法院要告什麼 你是拿什麼基礎 美國有一句話 就是我法院的jurisdiction 就是管轄不基於外國 任何一個國家的法院 他的管轄一定是基於 他所有的領土裡面的百姓嘛 要是關到日本去 不行 那是叫做國際之間的條約嘛 想到美國動不動 這樣對台灣 現在的治理當局 勤善 說這不行 那不行 怎麼怎麼 逼來逼去 就是他的頂頭上司嘛 就這麼簡單 台灣人搞不清楚嘛 我們被中華民國系的系統騙了 騙了 他們都灰了 來 這個就是第二層 OK Acts of Congress are designated as either public law relate to the general public or private laws relate to the specific institution or individual 是針對特定的institution 就像美國在台協會是institution 是不是 他是啊 然後或者individuals OK 就是台灣authority 在這個台灣關係法底下 他的名字叫什麼 台灣治理當局 你看 台灣authority 喔 現在還不光是這一層喔 這這一層才剛剛講完喔 所以 剛才這下面的人是什麼 在 戰爭法底下 我們是被占領地的百姓 可是在台灣關係法底下 你是什麼 people of Taiwan 這所有people on Taiwan 跟of Taiwan 就是占領者跟被占領者 攬之後會 當作一種人 當作哪一種人 美國的觀點裡面 你們都是他的 既然我的佔領 就是National 整個官的 我的國民啦 不是公民 歸我管的 所以美國的法令 急於在這個土地上面 可是他又玩一個花樣 再玩一個花樣 1979年 他又玩一個 從頭到尾 一開始 中國人 本來說要討價台灣 他們就假裝說 光復節 對不對 發你身分證 對不對 照理說美國應該出來制止說 這樣不對 但是後來發覺說 咦 這樣也不錯 如果我讓你這樣講下去的話 我的美國人不用來當兵 美國人不用當兵 你中國人 你就幫我去 對台灣人 對日本人增兵 來做你中華民國兵 替我救台灣 我還要順利 還要順利 還要順利 你要順利 你要順利 買武器嗎 買武器給你嘛 所以他是 provide 在台灣authority裡面 他有責任跟義務 provide weapons 給台灣 提供武器給台灣 可是台灣是被佔領地怎麼提供武器給你呢 要一個理由對不對 叫中華民國 對不對 誰給買武器啊 叫國家嘛 有一個國王不來買武器嗎 我賣給你 可是誰付錢 被佔領地的百姓付錢 所以你要看這幾言幾言 最頂竟的那些什麼 假如我是真的 這表示他根本是假的嘛 對不對 誰是假如我是真的 很想唱假如我是真的 誰是誰 中華民國 所以最後這上面 Chinese exile 就是中國流亡政府 Chinese Taipei 假如我是真的 所以在他的這個系統裡面 他的最高的法律是什麼 中華民國憲法 對不對 我現在跟你講 越上面越灰 灰就是假的 虛幻的 實際是這個 可是他上面給你疊 一層一層給你蓋上去 最上面那一層就是這個 所以他下面管的是誰 ROC national 中華民國的 國民嘛 是不是 那現在會三個比 這個管的是中華民國國民 這管的是美國的國民 這管的是被佔領地的百姓 一層一層一層 我現在先給你們看 今天高級班 我從來沒有講這麼清楚過 台灣人應該是清楚的時候 所以這上面有這麼多的什麼黨派是在幹嘛 他在生假的 他就是在這個假的系統裡面在玩 包括現在選舉都是 中華民國演了一齣戲 裡面跑龍套的就是這些不同的政黨 我沒有管理什麼政黨 都是在維護這個假的系統 你知道嗎 這個圖片放在心上不用很清楚 因為我以後會多講幾次 但是我們回過來看這個 我們回來看 那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所有候選人當選都無法解決 甚至一個中華民國問題 他不是這個國家 選來的都在中華民國製片集團裡面的跑龍套 製片啊 演一齣戲就台灣人看了 對吧 那中華民國當然不是一個國家 他是不是一個國家很簡單 我們這次228是不是去告 去年的 不 去年年初2月28號去告 中華民國 為什麼媒體都沒有人在講 不敢講嘛 為什麼報紙不把中華民國這個 在法院裡面的答辯講出來呢 不敢講嘛 一講就 整個 雞尾都破掉了 對不對 他吹的牛 就破掉了 破掉你們就亂成一團 但是現在時候到了 就是要戳你雞尾 法院遲早要宣判 時間 沒有人知道 沒有關係 當然要堅持一個東西 這是關鍵時刻 很緊張 也很刺激 也很關鍵 但是你不用煩惱 為什麼 因為你有什麼在手裡面 真理嘛 真相嘛 法理嘛 所以你不管外面環境怎麼變化 當初如果因為要來拿權力 拿好處來民進戶的人 在這個時刻就會跑掉 但是進來以後受到法理訓練 很堅信的人在這時候 不會動搖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根據的基礎是法理嘛 法律上站得很穩的人 不會被四周圍環境 風雨飄搖不會影響 你知道嗎 來 過來 台灣人被騙了一輩子 醒不過過來還理直氣壯 你看上面想說怒轟 怒轟又怎麼樣 罵人又如何 街上人很多 你的答案是 他會罵但是他沒有再找答案 對不對 他罵嘛 罵什麼 你這罵還能解決什麼問題 罵人想不想 街上很多人在罵 一個比一個兇 可是有人在解決問題 唐明正委就提供答案給你 這就是唯一的答案 中華民國就是假的 例如忘記政府跟你騙的 大家就要蹭起來 不要再被他玩下去了 就這麼簡單 OK 我在大學教書 我學生很多 裡面 我跟你講 學運裡面的那些幾個頭 在我班上 請假不來 我說沒關係 你們這些學生就是熱情 但是老師有話要跟你講 來 我就把明正委這個大概跟我的學生講 這群學運的領袖 聽了以後 再也沒跟我聯絡 他每次看到我的相 看到我的相 嘿 老師好 這走掉了 什麼態度啊 很奇怪呢 一開始 蔣安民政府很興奮 老師我在網路上有看到你演講 很棒 什麼 真的等他們形成一個政治利益團體的時候 他的選擇就跑掉了 當他看到有那麼多的利益團體 成一政長有好處 一群人圍著你 媒體跟著你 你是媒體的寵兒 他就開始打得大顆起來 覺得很偉大 因為他在中華民國的體系裡面 You are somebody 你突然變成一個知名人士 大家要來訪問你 你知道嗎 年輕人太早就有權利 太早看到好處 他的揭操就出來了 一樣 你來賓因為我們說 貪污的就是唯一死刑 對不對 你沒搞清楚就不要來 你知道很危險 很危險 很危險 我在大學教授辦上不少學院 也知道 回營讓我徹底失望 所以才有這個人 我剛才說 上面來玩的跑龍道 那些人都跑出來 全部都跑出來玩了 包括我的學生在裡面 很有名啊 那徐老師尊尊教會 完全沒有放在心上 過了 然後不講他們 很簡單嘛 誠實 不誠實 誠實就是什麼 upright 正直 誠實是我們每一個人 生下來的時候 就有的一個特質 只要你是人啊 我跟你講 只要你是人 不誠實是後來去學的 但是拿出事到現在 好歸好歸 絕對是一個誠實的人 就算你學會說謊 你心裡面還是有個良心 會告訴你 這是不誠實的事 我說給你來民進府 就跟你說歷史上的事實 歷史上的文件 科學上的證據 對吧 跟你說事實 跟你說真相 台灣人幾句話說我要真相 現在真相跟你說了 真的真相告訴你了 怎麼你的態度改變了呢 你不是要真相嗎 因為他知道這個真相 要付出很多代價 他不要 他知道如果說謊 會有很多好處 他要 你知道嗎 如果他不誠實 會有糖果吃 他如果誠實 會被打 你還堅持嗎 是沒有被打的 我們堅持這個 沒有人敢打我們 但是要付代價 喔 心裡面在掙扎了嗎 我說過來這邊的人 都是誠實的人 我說過 這堂課是來篩選人 跟台灣人 你自己花錢 來這裡 三天兩夜很辛苦 你們有一個年紀還要念書 從來也沒有這麼認真過 對不對 表示你的本質就是一個誠實 正直的人 對於是非對錯很在乎的人 才會來這邊的掌課 我很感動 也敢 你們自己也應該覺得很驕傲 台灣沒有多少這樣的人 特別在這個時刻 我不要把你們吹捧得太高 都開始 忘了 忘了 正直 公平 真實的 真實的 誠懇的 誠懇的 我們是很誠懇的 來面對台灣那個真相跟事實 沒有要騙的 坦白的 很白的 講一些事情 說得很白 不會把你那歪抓 軟 不會把你那死掉 現在的政府就是這樣 勁蓋就不要講關鍵重點 對吧 為什麼你當選總統之前 要去放我們美國 沒人說 沒有人告訴你 我是來民進府 才知道原來有這一招 以前不知道 為什麼洪三軍衝到那個 那個什麼選委 中選會 然後就去撞保雷 最後洪三軍 突然馬上散掉 很奇怪 你看這種軍隊 劃來就來 劃去就去 一定是有組織的 對不對 這個組織背後是誰 就好 但是他們現在在猜 我們民政府的組織背後是誰 為什麼一萬人這樣穿 整整齊在台北市街上走 沒事 那我們怎麼進口那些裝備 到台灣來的 你是用什麼民憤申請的 你會覺得奇怪 他們會覺得很奇怪 但是你如果懂法理 這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來 我不要講太多 來 歷史 什麼誠實 誠實的面對歷史 台灣的歷史 上過我台灣十節 你們都知道 真正台灣人歷史 四百年 不是你中華民國說的四百年 台灣人 李林委說的四百年 那就是要騙 你認為你是漢人 台灣人在那裡 你要延續所謂的中國的傳統 誠實的面對台灣的真相 誠實的面對台灣 跟台灣有關的法律 我們要誠實的面對這三個東西 來 過來 台灣歷史 關鍵有兩個軸線 2X 兩個軸線是什麼 你只要知道這兩個 真理跟事實 這個都review 你們看 上過我的課 看這些圖片都記得 那左邊是法律跟邏輯 就是法律跟邏輯 不用太複雜 你只要有簡單的邏輯觀念 知道法律告訴你了 這個軸線就抓到了 這個是我高級班裡面用的 以後 現在先不講那麼深了 因為我之後講到 feudalism 什麼叫封建主義 什麼叫美國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日本是一個君主立宪的社會 那什麼意思以後再講 先跟你講這個 所以台灣民進入揣 就是幫你抓到這個 有關台灣的兩個主軸 就是有關台灣的論述 抓到台灣的這主軸 又抓對的時候 沒有人可以幫你拿走 有關台灣的論述 就是剛才這兩個主軸 台灣的法律地位是什麼 台灣的歷史 到底是什麼 解釋權現在已經掌握在 在台灣民政務的手中 該細管 你出的人的解釋都不成立 為什麼 沒有法律跟事實做基礎 我跟你講 這個可能有點難 任何這個產業開始 比如說 定義那個產業的人 吃太多 對吧 比如說本來只是普通的手機 像玩這種iPhone 把iPhone這個使用的方式 定義出來最厲害對不對 Apple的大字 因為它有新的觀念 新的想法 新的 藍海 被它定義出來 趕快嘛 有關於台灣到底是什麼 我們定義出來了 而且定義得非常的 他們叫 air tight 密不透風 紮紮實實 法律 論述 歷史 你可以來攻擊看看 看是誰會被打敗 這就是論述 兩個主軸 被我們抓出來 這就是台灣民政務的論述 這個圖再一次review 四萬年前 然後大都王國 然後日本西班牙荷蘭殖民地 然後大日本帝國殖民地一陣子 1937年黃明化 1945年4月1號做什麼動作 宣布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從此以後 台灣人已經是屬於已經結婚的人 已經有安排 對不對 我們效忠日本天皇 換取他對我們的保護 我們現在沒有說要保護 因為日本天皇戰敗 但是我們有戰爭法的保護 我們把這個法律拿出來 就要制定中國人幫我照 你們不能再這麼亂做 叫他們照一段 還有一天台灣人 賣賣 要繼續把他們搬條條 就是一天現在要去選旗的人 對不對 我們台灣人要討論起來 要解脫 我們以前綁在我們身上的枷鎖 謝謝你 我永遠想不起來這個字 結果最近人 在這個中華民國體系裡面 吃香喝辣的人 包括我的那些學生 還在拱那個東西 可惡啊 那個名字叫余虐 余虐 在面對真相的時候 不願意誠實的面為他 寧可選擇繼續騙下去 到的騙 繼續做一個人做一個騙 騙台灣人繼續選旗 繼續選旗 繼續選旗 對嗎 所以呢 台灣人的 兩個台灣人不要為了一口 請飯 跟你們做工做麻 都出賣 現在去選旗就是這樣 現在選旗就是這樣 只是外面這群台灣人 好在我們這群台灣人騙起來 騙出來了 站出來了 那這張圖再給你們review一下 幾個圓 對不對 上面那一圓圓圓都不會被你騙 我們把最底層的拉出來 上面那幾層就騙不掉了 我們堅持我們回到這個層次來討論 美國你要跟我對話 我要跟你對話 我們在這個基礎上要對話 我不要在這個上面跟你揮 揮不掉 我更是不可能在這邊跟你亂講 跟中華民國在這邊揮 那這就是假的啊 我幹嘛在別人的舞台 我拉回我的舞台 台灣民進府就是把台灣的主體論述 拉回國際法 戰爭法 萬國公法 究極戰和平條約的基礎上面 來討論問題 那才像大人嘛 才像是一個Doing Business的人 不是詐騙集團之間在私相授受 政治倫悦裡面在上下其手 我們誠實的公仔跑出來 給你記出來就是 所以我們很有信心嘛 我們不怕嘛 我沒在怕耶 你怎麼逼我看你 我眼睛緊緊要看美國人在怎麼做 明天要選舉啦 我繼續看啊 眼睛緊緊要看一件事 那個真的很嚇人耶 美國不知道會不會怕 你知道嗎 我以前看過 班上的那些霸凌的男生 都敢打人家對不對 打到我們班長的一個女生 真的被騙了 女生也知道不肯打贏他的嘛 180幾公分 他才瘦小 一六零不到 站在那裡 話都不用講 眼睛緊緊要看 好啊 你打看看 那個就黏住了 就太多了 就一邊要打 對不對 你知道嗎 大家都很小 大家都不擔心 大家都寄用靈體 但是你如果知道 法理那段 精力給你變大了 我跟你講 真的喔 真理讓你 跟你的身高沒有關係 跟你的長相沒有關係 你可以長得很難看 可是你掌握真理的時候 你的眼睛就緊緊緊要看 看你美歌要怎麼比 你要怎麼再玩下去 你中華民國要再怎麼玩下去 你知道嗎 不用怕 特別在這關鍵時刻 特別要站著穩 不用怕 來 反正法 這在邏輯裡面 它叫反正 就是把對方認為對的事情 一直延續的推論下去 產生很多矛盾的結果 那就標示 你說的是假 簡單講 我不知道要講太複雜 比如說它的P是 ROC不是一個主權國家 這是真的嘛 對不對 可是它把當作 是一個主權國家 再騙台灣人 好啦 我說 如果是的話 就應該怎樣 如果是的話 你看 當中華民國想要像真的 以為自己是主權獨立國家的時候 企圖時因時主權的時候 會產生矛盾的結果 什麼矛盾的結果 我講一講 列舉太多 族繁不及備載 講一講 你看 中華民國總統候選人要到美國面試 很奇怪 主權獨立國家還要被另外一個國家面試 那你就不是主權獨立 什麼叫主權獨立 叫做sovereignty sovereignty就是最高的權益 叫sovereignty 第二個 中華民國總統當選人 需要有美國總統賀電才能就職 我剛才在講 還要他最後 你選了還不夠 我要approve 就是我認可你 就好像你是代理商 你要原來的廠商 認可的那個mark 貼在你們公司 什麼 牆壁上 他才敢賣 不然你就會顧得死 對吧 中華民國元代在雙向元升級 被美國國務院連番三次 公開打槍 對吧 審旅行不在那邊 不過我們有默契 默契個頭 默契到最後居然國務院公開 說你這樣破壞我們之間的那個 我不曉得他們之間有什麼地了 第四個 中華民國護照被聯合國拒絕 欸 這個 我們會說被聯合國拒絕 大家不曉得被聯合國拒絕 有什麼意思 因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是誰 是中國 是不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啊 他拒絕是合理的啊 僅此一家別無封號 我是本尊 你拿中華民國來幹嘛 是不是 當然我的看門的人 一定會把你動在那邊 欸 好笑的來了 但民政府的ID可以進去耶 那標記是什麼 我們的ID不光是給美國認證 也給中國認證的 可不是 連中國也不敢講話嘛 啊 連中國是常任理事國 他們裡面最大膽的聯合國的警衛 都承認台灣民進入這個身份證 不敢不承認你知道嗎 因為這按照國際法 萬國公法 這是按照法律來的東西耶 的文件耶 不是中華民國這種假的 給你騙的文件耶 是不是 欸 台灣人這樣 怎麼會想不到呢 再來 進入美國的時候 在入境卡上 不能填中華民國ROC 只能填台灣 欸 這是最近的事情 我早期出國 去受訓 人家講說一定要填ROC 美國真的給你一支 可惡喔 美國也是在騙喔 那是到最近 我們要照顧之後 才不敢呢 才把它蓋起來 你只能填台灣 那你什麼時候 你試試看 你看看 你看美國的海關 會把你抓去問吧 試試看嘛 我們 來證明看看嘛 好不好 再來 中華民國總統想登南海 宣示太平洋主權的時候 招美國民間組織AID警告 不得造次 一個主權國家的總統 號稱總統 他要去巡訪 去保衛你的領地 他刷美國的一個民間組織 商業團體 跟你說你不行 你就撞掉了 你就撞掉了 你什麼 一點都沒出息嘛 所以 他們立法委員 全部都撞掉了 我跟你說 我們的組織 非常可怕 所以呢 連什麼 那個 台南的那個 立法委員質詢 那個什麼 許天才 質詢的時候說 喔 段委員啊 你居然敢開這個 這個會 我也替你捏一把冷汗 立法委員要質詢事情 還要替人家捏一把冷汗 很奇怪 是什麼團體這麼大 這個台灣民進府啊 因為他知道台灣民進府是誰啊 我們後面是美國軍政府啊 所以他會捏一把冷汗 誰都 誰不好惹 要去惹他們嗎 你們不知道我們是誰 他們是誰嗎 當然最後是不了了之啦 對不對 台灣人看不見 台灣在土地上的防空識別區 不是中華民國國防部可以管的 他們都不知道 對不對 你現在知道嗎 台灣這個土地上的 不是中華民國國防部在管的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機器飛來 什麼機器飛走 他也沒有加入 國際組織有個飛航管制的組織 中華民國名字沒有在裡面 這區有誰在管 當然美國在管嘛 什麼飛機可以飛來 什麼飛機飛走 美國在管的 不是你中華民國可以管的 如果是你的領土 當然你天空也得管 那什麼天空不能管 這什麼很奇怪的 台灣也不知道 再來 中華民國不得加入任何 以國家為會員條件的國際組織 沒有錯吧 這都知道 台灣關係法是美國國會通過的國內法 這怎麼知道 對吧 欸 台灣關係法是這個法 但是 民政府講的是什麼 他們講的是美國的國內法 我們講的是國際法 戰爭法 層級就不一樣了 我們在講一個國跟另外一個國家的關係 他們在講他們國內的關係 你知道嗎 國務卿鮑威爾說台灣和中華民國都擁有主權 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所以上訴這個都是矛盾 結果就是因此 批不成立 批成立 就是台灣ROC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既然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選什麼總統 哪有總統 選特首 比較接近事實 現在來了 根據剛剛那個反政法 你們可能動腦筋再動多一點 我們要挑戰的是美國 中華民國 我們剛才是挑戰中華民國體制下的台灣人 我給你一個問題 現在下一步 我要問一件事情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國防部 居然敢對佔領著美國人增病 喔 這是不是有趣 美國是不是台灣這塊土地的主要佔領全國 中華民國是不是流亡政府 他是代理者對不對 結果代理者編了一套謊言 這個謊言吹牛吹到一個地步 連 委託者的孩子都把他抓來當兵 他比個人還要做什麼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甚至於你現在到AIT的官網去看 AIT會叫你說 如果你持兩國護照 你進來台灣 他叫你去當兵 你要去當 包括你是美國人 是不是 有人點頭 可能你有這種關係 有孩子在國外回來 拿美國護照回來 我現在還不講說 在台灣出國拿美國護照回來 你保護不了 連在美國出生的美國人 來台灣 你如果要帶台灣 要帶到台灣的那個護照的時候 當然不是護照啦 是國籍的時候 你就要去當兵耶 你被佔領地的耶 根本就沒有中華民國的國籍 你也知道啊 美國AIT你在島坑耶 島坑不會啊 歐巴巴你不能保護你的百姓耶 你的國務院在騙你耶 所以我那時候給你這張照片 就是給你看啊 歐巴巴你到底在搞什麼都給 United State Department What are you doing 你們現在那種荒誕的結果 已經跑出來了 你要不要去查一件事情 過去的七十年裡面 到底有多少美國人去 你中華美國抓去做兵 來 你來算看 這個銷就要算一下 我們現在是外國人 我們不需要替他算照 但是你美國人來 這個議員啊 Senate啊什麼 查一下嘛 來個聽證會嘛 看看過去的七十年裡面 有多少美國出生 應該是效忠美國本土喔 效忠美國的喔 居然跑到中華民國的體系去 效忠中華民國 拿穿他的軍 當他的兵 拜他的旗 拜他的象 對不對 美國人 美國人 你是怎麼 你怎麼拚 我們是比較小人 我給你減量 我實在搞不懂你啦 因為有點精神分裂 我們只是提出來 有這個現象 希望美國總統 你歐巴馬前幾天 不是在國會 最後一次的 國情諮詢 在國會發表演講 說得 很有自信 但這件事怎麼沒處理 歐巴馬你很有自信啊 可是你的自信需要也注意 關心一下這件事情 你美國的子弟 OK 你花很多力氣說 這個節能減碳 美國將來的人員問題處理 可是先處理一下 你自己的小孩子 跑來台灣的時候 去當中華民國兵這件事情 有沒有因為當兵 受傷還是死掉 順便也查一查 我如果給了壓力 就給到這裡而已 因為其他真的不是 另外一個國家的人的事情 但它實際上在發生 我們剛好看出來 我們就誠實的寶寶 把它指出來 到底要不要處理啊 美國你到底要不要處理啊 這個事情一直在發生 越來越離譜 好啦 你們永遠記得一件事情 他還放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非法發放國民身份證 護照徵兵抽稅 改變當地的人口結構 語言 強迫小孩子受中國教育 我說的幾項 在猶太人 他們二戰的時候被殺到600萬 他們對這種種種族屠殺非常敏感 所以他 在1960幾年有一個大會 就是保護 什麼叫種族屠殺定義出來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喔 就把你自己的小孩子 送給對方的文化團體底下 那個系統底下受教育 就是現在台灣人就是這樣 都去讀中國小子 講中國話 做中國人 對不對 把他們整個洗腦 他不光是大量 禮拜你抬你的精英 大量中國人進來 給你沾 是不是 還有人家送去受他的教育 所以台灣人就說滅中了 就是要叫別條 台灣人不知道 很多台灣人用台灣人的腳 做中國人的事情 像李登輝 像現在所有台面上的政黨 都是一樣 你們可能心理上 不太能夠調適 因為以前覺得李登輝是台灣人的代表 好像台灣人偶像以上 有那種投射作用 沒想到做的事情 居然是 但是 繼承蔣經國 照顧 中華民國流亡在台灣的人 好好照顧我的下一代 這樣 他是拿他們做的事情 蔡英文繼續延續 民進黨繼續延續 對不對 這個人就是這樣 所以他對我們的出現 很敏感的 所以段儀康 基本上是中國人 但是走那個民進黨裡面 好像本土政黨 對不對 那個維基百科 一定寫台北市出生 對不對 他說 台灣這塊土地 你是什麼人 不是你在哪裡出生 我們不是屬地主義 我們是屬人主義 所以我們ID卡 你要去申請的時候 說你北部是什麼人 阿公阿嬤是什麼人 所以我講過 占領地的百姓 不會有一天你生起來 你就變成說 占領地的百姓 占領地的百姓 你生的嬰兒也是被占領地的 懂嗎 你的孩子 世世代代 只要這個戰爭 占領狀態持續下去 我不管你幾代 你的後代都是被佔領者 那你如果是佔領者 不管你生了幾代 你的後代都是佔領者 因為中間沒有產生 角色互換的情況 對不對 佔領者是來到 你不知道不是他的地方 叫佔領者 想說你在那裡生 你怎麼就變成當地人 這就是國民黨現在在玩的 國民黨現在玩這個把戲 是不是 他來了就發你身分證 讓你 也就是說被佔領者 有一天醒過來 拿他的身分 就變成中華民國國民 說到國民這又好像 你要守中華民國憲法 你就是徹徹底底的遵守 中華民國憲法寫 公民才有行使 投票的權利 要不然什麼叫賜奪公權終身 他還是國民 就算他犯罪 也不能剝奪他的國籍 賜奪公權是你不能選舉 那叫做公民權利 你先拿國民身分證 怎麼可以去投票 你是不是現在馬上就要停 馬上停 改發中華民國公民身分證 你才讓大家去投票 國民不可以投票 你自己的法律都不遵守 你在玩什麼 大家在玩什麼 大家在玩什麼 法國一定會在老子的聲音 好啦 我跟你講 我的課到幾點 9點10分 那我要講一些 預備我們的課程 因為這個有點難 來 這個是前美軍太平洋司令 這是1月12號 還蠻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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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時報駐美特派員 曹玉芬 在華府11號報導 報導什麼 前美軍太平洋司令 Lucklear 他的原名叫Lucklear L-O-C-K-L-E-A-R Lucklear 今天表示 他是前的 不是現任 他很樂觀 台灣今年的總統大選 會順利進行 台灣人民會展示 他們的民族權力 選出總統和平和政府 他們 他不知道哪個政黨會勝選 但是他區域 渴望這次的政權轉移 能夠在和平和穩定中進行 下面說政權轉移 民主國家有在政權轉移嗎 沒有嘛 只有推翻了什麼 才是政權轉移 儘管啊 賺 你頂多是某一個政黨 日本選出總統安倍 也不會講政權轉移 頂多是多數黨獲勝 掌握國會的多數席事 以後的政策要推行比較容易 這樣而已 他不會講說 安倍上任之後 政權轉移 從自民黨轉到民主... 從民主黨轉到自民黨 不會這樣子啊 美國總統歐巴馬當選 要下次換成另外一個黨派 共和黨 不講政權轉移 不會嘛 什麼叫政權轉移 就整個shift 整個regime regime regime就是這個字 regime or power transfer 那叫power transfer 不講regime regime是整個system 在換 有意思喔 伏筆 聽見嗎 Lucky Lear 今天出席 他在會後 受訪的時候表示 兩岸選後的形勢 這要由台灣跟北京的領導人決定 當然啊 那兩岸不是中國跟台灣啊 你們知道喔 我們的對話對象 台灣民政務對話對象不是中國 我們對話對象是日本 我們對話對象是美國 跟中國沒有關係 所以最近 蔡英文被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把他底都掀出來了 蔡英文真的蔡英文 因為他講了一個字 他說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這算英文嗎 我們先不講他這部分 我只講說 那叫什麼 半島電台 對不對 反問他說 你當選以後會跟中國怎麼樣 他就溝通溝通再溝通嘛 他就直接直翻中文嘛 那是另外一回事 對民政府 我們台灣人 我們不需要跟中國溝通 為什麼要跟中國溝通 我們要溝通 是我們上面的人叫美國啊 跟我占領美國人溝通啊 我要跟日本天皇溝通啊 因為我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啊 中國是鄰居啊 這不是我們溝通的地方 如果他們採訪我 我們跟美國溝通 那中國是 美國跟中國溝通 對不對 如果要跟中國溝通 是美國的事嘛 台灣發生問題 美國要負責嘛 你是我的老闆嘛 你是大人嘛 你要照顧我們台灣人嘛 有什麼問題我找你啊 所以政權的轉移 我們也不是跟中華民國這個 這個人拿政權啊 我們是跟美國軍政府拿的嘛 對不對 這個人中華民國聯合政府 要跟美國軍政府負責嘛 美國軍政府收回來以後 再交給我們嘛 所以中間沒有衝突的可能性 也沒有這個必要嘛 你知道嗎 那事情就有一個邏輯 跟先後順序耶 你老闆人會開了 但是這樣說很清楚嘛 是不是 中國崛起的軍事能力 已經對區域的軍事和平造成改變 是美軍太平洋司令部要考慮的啦 有沒有講得很清楚 中國崛起跟台灣沒有關係 你也沒有這個能力去處理 也不是你應該處理的 是美國軍政府 美國軍 美軍要處理的嘛 是不是 他講的話喔 邏輯很清楚 是台灣人看不懂 再來 Luck D也說台灣已經在美國亞太 再平衡政策的一部分了 中華台灣如果是個主權獨立國家 什麼時候你會被人家納入 再平衡政策一部分 有沒有通知你啊 你什麼時候被人家一部分 再平衡政策一部分 美國沒有跟你講 我們什麼時候都在媒體上看到說 台灣 我們被列入美國再平衡的一部分 沒有人通知你啊 因為不需要通知你 因為你在他裡面不是一個角色 當然不需要通知你 也不是跟另外一個國家 對不對 美國不應該害怕與台灣 救亞太再平衡政策對話 這句話就很有意思喔 美國不應該害怕 與台灣 救亞太再平衡政策對話 奇怪喔 美國在怕什麼 因為法院告他 他有點害怕 他不應該害怕 他不應該害怕 面對現實 誠實是最好的政策 我們跟美國人講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OK 跟美國人說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especially you are dealing with Taiwan 這個occupied territory the civilian on this island 在這個島上的平民 被佔領地區的百姓 這個 講了幾次喔 這你們都要知道喔 今天可能沒有時間講這個 我補一個其他東西給你們 好啦 說一個差別 你們現在站在這裡都要做官員 問你一個簡單的事情 你當民政務的官員之後 覺得人民最大請舉手 請放下 不是的請舉手 後面就對 有受過法理訓練就很清楚 當然不是最大 不是喔 當然不是喔 人民怎麼會最大 你要想一想 為什麼人民不是最大 你是軍政府幹不是 你是被佔領地的百姓幹不是 人民最大的話 比如說被佔領的人最大 你整個邏輯亂掉了嘛 所以你就是被中華民國這一套弄亂了嘛 被佔領地的百姓 伊拉克會最大嗎 伊拉克來決定美國要怎麼做嗎 你知道嗎 一講你就知道 這是被我們恢復我們 被佔領地百姓成立的民事政府 我們只管 我們上面是有頂頭上司 你要這邊當官先搞清楚 人民不是你的 你今天來做民進府官員 不是人民選出來的喔 是他們選出來 你就跟他負責他最大 結果是 軍政府給你任命的 先搞清楚自己的老闆是誰嘛 要不然怎麼當官呢 對不對 當官最重要就是眼睛要放亮 招職要放亮 你不要 蛤 在那邊 吃飽飯 冰 冰土地馬上就出去了 現在知道原因嗎 為什麼 民政委官員那麼嚴格說 貪污就死刑 為什麼敢做 我剛來的時候我嚇到 你們說 這是什麼組織啊 就死刑 因為他是軍政府 因為 就是佔領地區 是戰爭狀態 我們恢復是一個戰爭狀態 戰爭裡面的被佔領狀態 你知道嗎 我們是有頭的 我們只接受命令 按照命令做事 你不能 執行你命令 規範你們的事情 浩子 因為你沒有功能嘛 沒有功能就把你拿走了 你不是選出來的喔 你不要搞錯囉 不是民主到那裡 現在中國人在騙 騙到這陣頭人都不敢 是不是 不敢啊 想說自己很厲害 想說自己要做主 想說台灣做一個選 總統的選舉 台灣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就要跟美國說 我沒有民主 笑死人了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裸狠在一起 哪裡來的民主 你告訴我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可以一起選總統 然後把一起排這塊 佔領地吃下來 佔領者 主要佔領全國會生氣 你敢獨立 代表戰爭 美國要跟你打 你知道嗎 邏輯現在要清楚 所以人民不是最大 實際上 法庭的要化人民最大 他們也從來沒把人民當作最大過 是不是 因為最後是什麼 我這樣講 你們要當軍手以後 每一個人下面管60 60萬人 60萬人 請問你 每一個都講他最大的時候 人民最大 也就是說他是你的老闆 對不對 60萬人的意見 你是怎麼聽的 你告訴我 騙人的啦 那些政治人物跟你說 人民最大 我們聽人民的 胡說八道 蔡英文人說 我們以後交給人民解決 胡說八道 沒有一句話是真實的 60萬人裡面 每一個人都想當老闆 這一堆人說 它是我 想當老闆 然後說 我要當老闆 我要當老闆 每一個人都 而且利益團體是互相衝突的 可不是 60萬人裡面 每一個都有他自己的立場 要互相衝突 你當民政務官員 是考慮大家的立場的利益 不是在少數人的利益 是不是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人民最大 你是要聽什麼人 後來我跟他說 政政人物跟你騙 他最大 我算掉了 謝謝你的大額 剛好配合我那個 對不對 他真的最大 後來我跟他說 未來四年我最大 法案我通過 民意是什麼 我來決定 台灣人說 什麼叫民主選舉 你們到現在還搞不清楚 聽一句話 你要想一想 民主是一個授權的機制 而不是一個管理的機制 再聽一次 民主是一個授權的機制 而不是一個管理的機制 再聽一次 民主是一個授權的機制 不是一個管理的機制 聽不懂 有點難 聽故事就知道 今天 有一間公司 民主如果是一個好的制度 為什麼公司不來採用 明天我們要做什麼 伸展線要出展什麼 大家 員工投票決定 這個月我們公司上班幾天 放假幾天 投票決定 經理要做什麼 投票決定 要賣什麼 投票決定 可以這樣嗎 公司馬上都會倒 是不是 是不是 民主如果是一個好制度 公司為什麼不用 公司行好 怎麼不敢用 民主如果是一個好的制度 你去打球的時候 誰要當前鋒 誰當後衛 可以這樣說 我有什麼管理 您 gonna拿好 您好 不然 �不然 該 付給身上 company 上方 無尊 因為你自己去 民主如果是一個好的制度的話 公司行好都不敢用 對不對 打球 今天誰要做前鋒 誰要後衛 誰控球 大家投票決定 這球隊怎麼打 教練大家投票決定 球員決定 笑嗎 不可能 所以你們過去對民主觀念都是錯的 跟他們衝飛去 還更嚴重 如果一個部隊 軍隊投票決定 部隊可以打嗎 不可以 所以你們現在進來的是部隊 為什麼 美國軍事政府底下的台灣民政府 全世界上最有效率的組織是什麼組織 全世界組織形勢最有效率是什麼 軍隊 就是軍隊 為什麼軍隊你知道嗎 為什麼軍隊的組織是最有效率的組織 因為他不能負擔打敗仗的結果 村內公司鬥 你就宣靠 chapter 什麼 第幾章 就結束啦 公司就 後禪 清算一下 liquidate 就好啦 然後 軍隊不是喔 那是西洋喔 你戰敗就一堆人死光光喔 那是玩命喔 你如果是玩命的時候 你的組織就不敢亂玩對不對 只有民主國家才敢亂玩嘛 因為 大家一起領錢就像希臘一樣 玩到最後大家一起上街 鬧到什麼都沒有對不對 大家一直在領錢啊 公務員增加啊 提加薪好不好 大家吃啊 吃到後來都過國家圍跡 對不對 軍隊不是這樣玩喔 軍隊是玩真的 所以軍隊一定是最有效率 所以民政府的組織架構 也是像軍隊一樣 才會有效率啊 要不然大家人家拍灌 你們也是花很多時間 才學到這個程度的嘛對不對 聽話才聽話嘛對不對 你這種外面的人 如果人民太大 要聽他的還得了 是不是 你不要花你的聽 不要花你的笑死人 民導最大的什麼意思 民導的孫子最大的嘛 他發號司令 你阿公阿嬤 老爸老婆都聽他的笑死人 這是什麼家 不可能嘛對不對 更何況 我再跟你們講一下 所以你現在 事情不是我們傭人太簡單 我過去是說 事情不是你們傭人太簡單 結果 現在聽眾很慘 好 包括我在內 我們傭人太簡單 事情不是我們傭人太簡單 什麼意思 比如說 奶粉漲價為例 你們現在當官員 我舉幾個簡單的例子 節能減碳 所以以後我們這個大賣場的 你是官員嘛 要通過法案嘛 有的人就提案 提案什麼 要節能減碳 因為我們要節省能源 所以大賣場溫度 全部上升兩度好不好 如果你是議員 以後你們都會做議員 要不要投 YES 要不要 很多人點投 有的人可以 有的人不可以 那我跟你講 原因出在哪裡 夏天 本來24度25度 再加2度2728 沒有人要去 當賣場 這麼熱 整個家裡都在賣場做什麼 對不對 是不是 你當溫度提高兩度之後 沒有錯 你是省能源 但是什麼事情發生 開始市場 就發生狀況了 去市場 沒人要去 因為太熱了 我本來去賣場是吹冷氣 消費 我覺得很爽 對不對 是不是 我感覺很舒服 我去想我家裡比較熱 我去賣場裡面 順床買東西 會活絡經濟 但是你當人不願意去賣場 去消費 沒有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經濟活動就減緩 減緩什麼 你做的東西不會有什麼 大家就失去消費的意願 待會兒我會跟你講 什麼叫經濟 如果台灣民進行的官員 不曉得什麼叫經濟運作的原則 你會做很多錯誤的決策 經濟不是說你發起來就起來 發露就可以露的 不是說我做不到再去改 一改的話 投投投 所以你們如果沒有經濟 基本經濟沒有學過商 怎麼做決策 所以我說事情不是想要簡單 再舉個例子 奶粉 奶粉漲價下個月開始漲價 嬰兒奶粉 本來的一百多塊 現在漲到加10% 好多 民眾團體都要抗議抗議 一下漲10%太過分了 蔥都沒有漲那麼高 你奶粉給我漲這麼高怎麼回事 所以你是立法者 你就說不准漲 這樣對不對 來 我跟你講 所有內地的人 人都自私的 對不對 一般的人想到奶粉要漲價 第一個想什麼 人民的考慮是什麼 我本來一國的買兩罐四罐奶粉 一個禮拜買一罐吃完 對不對 你給我漲了 100塊 或者50塊 一個禮拜一個月下來 四百塊 四百塊 一年來 四百塊 十二 幾千塊 對不對 不得了 一年收入才多少 這樣上萬就沒了 是不是會跳起來 對不對 工作方便 奶粉是讓我工作方便 媽媽要上班 就餵母奶 很辛苦 乾脆用奶粉 所以你才會受限於奶粉的價格 母奶不會 對不對 你要想很多 個人方便 這樣比較方便 洗澡比較麻煩 還會發炎 發炎 對不對 還要純乳 對不對 多了不行 少了也不夠 都是問題 大山老師你好像懂很多 廢話 五進六兒 三個孩子在爸 孩子都念大學了 要做阿公 當然 知道很多 對不對 合理 來 我跟你講 來 立法者的考慮都不是這樣 你們是立法者 你們不是人民 人民只想過他自己的事情 立法者要想什麼 醫學證實 母奶比奶粉好 為什麼 母奶有媽媽的抗體 你奶粉哪有抗體 牛的抗體 因為抗體也不會再放粉裡面 所以你剛才吃一個營養 那麥粉不是營養 吃給100而已 動物的蛋白 小孩子可以馬上吸收嗎 吸收也是問題 這次胃兒小孩子製造的 你根本沒有抗體 你其實在胃兒同時 把自己的抵抗力也送給小孩子 比較不會發病 吃母奶的長大 不容易生病是這個原因 也不容易過敏 因為他有抵抗過敏的原因 就在裡面 你如果大人 再來 母奶的好處沒有人知道 一般人民不會想那麼多 你立法者要知道 再來 兒童的免疫 對不對 免疫系統這樣建構起來 好啦 小孩子如果吃奶粉長大 免疫系統比較弱 以後就出問題 這個出問題是整死人 你劍把要花多少錢 欸 這群生病的小孩子 以後就一直看病看到大 看到老 你有沒有考慮這麼多 那個損失的錢 遠超過你奶粉的錢 幹嘛去 是不是 因為有排斥作用 你奶粉降低 大家寧可去為奶粉泡的奶 不要用母奶 那如果貴母奶就比較多 就這樣 這個馬上就影響 你們會去考慮這些事嗎 一般人民不會 但是你們奶就要 是不是 健保的給付有沒有算過 影響的結果差多少錢 你有沒有算過 怕死人 我告訴你 國民整體的健康有沒有考慮到 世界的趨勢有沒有考慮到 對國外的益存突有沒有考慮到 我越說越親 牛乳的市場 現在金黃的怎麼樣 心理層次的研究報告 你吃飽 餵奶不光是只是吃飽 你在那邊跟媽媽互動 你可以摸到媽媽 聞到媽媽的味道 那小孩子只有自信心 我是不是講過這個很重要 存在感 你這不用考慮嗎 就是一個立法者要考慮 你來當民眾的官員 要考慮這麼多 你不能單單一個 在那邊婦女團體 在那邊抗議 人權 不要來這 我們是整體 以整個台灣整體的國立考慮 在那邊抗議 這樣有親目 是不是應該這樣想才對 這才是大人的思考 不是小孩子在那裡任性 說 要怎麼做 要怎麼做 不要天真 不是這樣子 大事不是我們共人心 要簡單 對吧 這句話經常記在心裡面 在你做決策之前 好像我的課都很硬 像一個接著一個 你們現在突然這樣上高級班 會不會有吃辣 有沒有有點吃力 衝擊很大很好 有感受到衝擊 表示你還有意識存在 那些已經倒掉了 我們講一個輕鬆的 其實也不輕鬆 我們講二次世界大戰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玩過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越戰 越戰是誰跟誰打 美國跟越南打 對不對 很多美國兵 那時候好像被抓去當俘虜 所以他們就躲在越南幫他準備了俘虜營 這個 越戰結束之後 這個人就回到美國 他住德州 他到德州的時候 帶了一個大包包 第二天 他到某個 迫不及待的 找到銀行裡面 要存款 不是提款 沒有意思喔 居然要存款 櫃台小姐說 先生我可以幫你什麼嗎 我會存錢 你要存什麼錢 手機可不可以 一直有那個 嘻嘻嘻嘻嘻嘻的聲音 以後你們到那邊 去受專訓的時候 要改變一下你們的習慣 這都不好的 我去日本 連那個地鐵 大家講話都很小聲 這有 有層次上的差別喔 在日本喔 大家 不想給其他人麻煩 日本的文化是這樣的 你做什麼事情 不要讓別人麻煩 那在日本的文化啦 你 因為 人們到台灣 餐廳開始 開始有點吵 對不對 可是你去頂台灣 是一層 突然中國客一進來 或者香港人 那個聲音就吵到你 根本受不了 所以隨著 先進的程度不一樣 人民的素質不一樣 越先進的人 就不想給別人麻煩 所以在中國才有跳大媽舞 到公園裡面放音樂 跳舞 站整片土地 對不對 但是先進的國家 不會做這種事啊 他會覺得恥恥 很丟臉 幹嘛我的事情 我的思思 要拿到公共場所去 站人家土地給人家看 還放音樂 這不應該是台灣的文化 日本人 想一想喔 我講可能你不能馬上接受 你要想一想 來 回到我們剛才講的那個 所以那個 越站的那個人去存錢 小姐說 你要存多少錢 被清班 那小姐跟我開玩笑 那個退伍局要存這麼多 等一下 我請經理來 因為這個金額太大 經理來了 就跟那個 然後聽說你要存八千萬 需要 八千萬 我可以看一下錢嗎 沒問題啊 他就 從那個提到那裡 一捲一捲 喔 很大槍 一捲 手鈴 拔掉 直接拔掉 那個 那個 經理就拿出來一看 哼 先生你不要開玩笑好不好 這個是大富翁的錢 還不是月幣喔 月幣還是有價值的 大富翁的錢 你們知道大富翁喔 你沒生的大富翁 不知道什麼叫大富翁 你有生的大富翁嗎 對 Monopoly 對 對 但是那個月幣都會說 我沒開玩笑啊 我沒有發瘋啊 這個錢 在我的俘虜營是真的可以來買東西 欸 不好笑喔 這是真的喔 在俘虜營我可以用這個錢買法國紅酒 可以買古巴的雪茄 我要吃牛排有 叫人家給我理頭髮 用這個錢可以付 你們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因為在俘虜營裡面住太久以後 他們開始用老物換取一些物件 比如說你幫隊長做什麼事情 挖什麼東西 幫他開車 他就給你一點點好處對不對 那結果物件回去 在俘虜營久了以後就形成一個經濟體系 你只要有物易物的地方 貨幣就一定要存在 他們不可能去印鈔票嘛 但是他們可以玩大風遊戏嘛 所以在他們裡面就用大風遊戏嘛 到後來已經開始在交易了 那這個人很會做生意 所以賺很多錢 那這個錢都是在俘虜營裡面的錢對不對 可是他當作是真的 因為在俘虜營裡面真的可以用 是不是 現在退伍的時候 把整個銀行去 美國的銀行說要去兌換 要存起來 這個銀行經理也不是傻瓜喔 很聰明喔 他怎麼回答 如果是你就給他抽對不對 金利不抽 他說 只可惜你這個福利營現在關掉了 可是如果開的話 我倒是希望跟你 用美金跟你換這些錢 進去福利營裡面去用 聽得懂嗎 這個錢是在福利營裡面有意義 美金拿去不能用對不對 那你這福利營的錢拿出來也不能用對不對 但是要有一個交換的機制嘛 你換到裡面的錢 我就要在那裡享受嘛 我也要叫你抓零一下 按摩一下 吃個牛排 享受一下福利營的滋味 可以啊 這就是基本經濟的原則 你們要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好啦 我講這有什麼意思 就是要說 過去 中國在1972年 改革開放之前 中國也在印錢耶 印鈔票對不對 印很多鈔票 沒人理他對不對 因為以前中國需要東西是什麼 以前共產主義嘛 什麼東西都是以物以物嘛 不是國家分配嘛 他跟外面的資本主義市場 資本社會市場是沒有關係的 他要東西的如果他自己做不出來怎麼辦 跟俄羅斯邊境交換嘛 他的老大哥嘛對不對 俄羅斯邊境回家就要運來運去嘛 你要牙刷牙膏我給你 你要你的煤礦啊 俄羅斯最多就是 蘇聯最多就是 礦產資源嘛 你要想什麼 我給你煤礦啊 我給你煤礦啊 這可是 換酒以後他發覺 不對 我這樣封閉太久 外面的世界資本主義市場 每一個人來的時候都是好燒包 跑車啊 漂亮的衣服啊 衣服啊 機場啊 外面有在那裡想的 我裡面吃大鍋飯穿毛裝 因為領導人也覺得很可憐 我只有武器啊 殺人武器而已啊 穿毛裝很簡單嘛 每個女生都不用化妝的 很可憐對不對 他想一想也不對啊 遲早要跟這個系統結合 因為以前他們為了理念 建構這樣的所謂的烏托邦 這裡面不會餓死人 但是也享受不到哪裡去 但是外面人在享受 有人饿死 很奇怪喔 最後他做一個交易 美國要死 最後什麼 我們也要玩耶 你看到人家大富翁跟他裡面玩得很開心 另外一次玩 要進來玩的時候是可以拿外面的錢進來玩嗎 不可以嘛 大富翁有大富翁的貨幣 他們有一個人專門演銀行 對不對 就是發鈔票 那一進來的時候 他是免費給你兩千塊才開始玩 對不對 先發錢給你 你如果沒錢沒錢就去裡面玩 他一定先發錢給你才可以進去玩 一樣 所以中國開放跟美國要做生意的時候 所以難聽的 你中國做的東西我根本不要啊 你毛裝誰要穿 你腳踏車又爛 你什麼都不行啊 但是我要送錢給你 送錢給你幹嘛 我假裝幾比幾 跟你兌換美金 就突然讓你有一筆錢開始 那開始來做什麼 學啊 我大量資金進去幫助你學 怎麼樣做生產 做我們要用的衣服啊 對不對 技術、資金、人力 都要去幫你擦 擦到你中國 現在背起來了 是不是 中國就是突然之間有錢 是因為這幾年製造生產嘛 用勞力換取資金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進入資本主義的社會的一部分嘛 所以中國很早就脫離了共產主義 可是他腦袋還是共產主義 但是他就想玩資本主義 所以就直接當到好處嘛 對不對 這個你們聽得懂嗎 突然之間有錢 照理說 西方國家是希望你好怕了 應該做什麼事情 把這個錢去照顧你的百姓 對不對 好好的建設 照顧人民的需要 越來越資本 因為錢多了 人民就越來越自由 但是西方打的算盤啊 結果中國不是這樣搞啊 錢很多拿來做什麼 國旗要撥起耶 要再判得撥起耶 殺人武器一直在發展耶 國防經費一直衝耶 裡面一直前置思想耶 他也搞網路啊 可是在裡面啊 前置思想程度 你看這次的 拿來這個旗子 就被封殺一樣的意思嘛 他用錢給你信 最後是希望把你拉到他的系統裡面嘛 對不對 繼續管理人民的思想啊 用民族主義在鼓吹啊 對不對 有錢要開始就唱唱 開始欺負其他人 還不是 他就開始挑戰日本嘛 尖閣諸島啊什麼對不對 尖閣諸島啊什麼對不對 尖閣諸島 沒有錯吧 當你有錢開始做壞事啊 那是什麼意思 而且喔 照理說 資本主義有資本主義遊戲規則 那中國玩的卻是 卵素來為什麼 把你copy啊 仿帽啦 對不對 作假啊 現在中國經濟很可怕就是 人家不曉得他那個數字是真的還是假的 你有看過 聽說一個股市可以臨時喊咖的 而且只准買不准賣 你如果進去一個賭長 他說你只准輸不准賺 那個賭場你會去嗎 那很奇怪對不對 你來我的賭場只准輸錢不准賺錢 那就是跟這個股市一樣的意思嘛 你只准買不准賣嘛 時間超過一個數字的熔斷 對不對 那就是政府還是在後面的那個掌控者嘛 所以他不是真的要進入資本自由的市場機制 他還是政府在做絕對的主導嘛 沒錯吧 你相信他你就完蛋了 更糟糕是什麼 喔 更厲害了 剛才講這個還不嚴重 更嚴重的是什麼 你們想知道嗎 他居然跟在裡面的保證的人說 這錢都不要贏了 我愛的錢 這個是最可怕的 聽不懂喔 以後不要用美金計價 以後用人民幣計價 那種 我要買石油 我用人民幣付給你 你們聽不懂喔 也就是說這大富翁 他是來賓斗的 大富翁來的 大家都有雇同樣的錢嘛 他玩得很高興 叫什麼 美金對不對 他居然講說 以後這個錢都不算 換我贏的再算 又跑到一個莊家進來 所以他是在毀掉你原來的這個遊戲 讓大家都完蛋嘛 對不對 沒錯啊 直接挑戰他 他本來以前只是挑戰老二 因為日本看起來很大 我現在贏過你 所以我就挑戰你 美國人 都會說 我這個 主持人跟大招牌 馬上要搶我的位子 他是不敢直接挑戰美國 可是他先挑戰日本 對不對 所以美國做什麼事情 我幾年前我在演講的時候說 美國一定會讓日本經濟起來 讓中國經濟下去 宏觀調控 以前中國經濟很衝的嘛 對不對 怎麼在他做這幾個動作之後 整個下來 下來的速度超乎你預期之外 那就是美國在控制 因為莊家發錢的人來決定的啊 一說這你們可能就不知道了 我再問你們一個簡單的事情 你們當中是不是還認為 要印多少鈔票 銀行裡面有多少黃金做準備才能印 對啊 對的人請舉手 請放下 這種不對的請舉手 有上過課都知道不對 不需要黃金耶 黃金叫做期貨 在1972年 尼克森已經宣布 美元跟黃金脫鉤 意思就是 他銀行裡面可以沒有黃金 可是他可以印鈔票 你知道嗎 你們的金融知識停留在1972年 你不來做官員 你是不是要補這個 對一個基本的 現在貨幣機制是以供需為主 因為大家都需要美金啊 那美金的基礎是什麼 我跟你講沒有基礎 不需要基礎 他就是基礎 所以為什麼 美元現在叫美金 哪金的呢 是不是 美金啊 那就是金 他要印多少算多少 要不然你如果是這樣 那你QE2QE3一直在印鈔票 為什麼美金不會跌啊 你沒有想過嗎 他的銀行的黃金有增加嗎 那鈔票印的是以前的不知道幾十倍 一直印出來 錢變這個應該比薄金才對啊 為什麼美金都不會補 都會這麼強 反而是其他貨幣在扁 你們要想啊 當然不是以黃金做基礎啊 美元做基礎嘛 他說多高就是多高嘛 他在調供匯率嘛 讓大家願意繼續玩嘛 這是他唯一要做的嘛 那為什麼他突然之間要印出那麼多照片 請問你 2004年開始 你要知道 要跟 你們看新聞 我說來民政務之後 你要很多的知識要補上來 要不然倒不掉 那我就慢慢介紹說 這個你要看 你回去要趕快查 查資料 要補充這方面的資料 而2004年開始 中國經濟噴到一個地步 你知道當世界經濟的規模變大之後 好 先講前面 為什麼不再能用黃金做為基礎標準 因為世界的經濟規模大到一個程度 不是用黃金能夠當作支持 黃金又重 又不容易移動 又沒有要檢查真的多少 又沒有要算盾數 老早就不用了 美金喔 世界的經濟在中國加入之後 砰砰砰 好幾倍 用黃金來不及了 而且鈔票也來不及印了 因為那麼多人進入這個經濟體 要大量的鈔票讓大家使用 未來的經濟 連鈔票都不用了 就是數字 所以有的人先看到這個 Train這個趨勢 所以開始用比特幣 要不要PayPal 民政務官員都要去研究這個 什麼叫PayPal 網路上直接 記錄進去了 你有多少錢 根本不用了 PayPal還不是虛擬貨幣 但是比特幣是 他自己也搞了一套 這個就是來玩 當然像樣的國家一定會毀掉他 因為他是來挑戰這個金融體系的 所以後面支持者一定是第三世界國家 就像中國這種最喜歡比特幣 可以挑戰美金的地位 因為以前他挑戰不了 可是現在他要挑戰我 他做什麼事情 大量拋售美金 有沒有可能 慢慢跟美金斷勾 因為他開始有自信心了 他覺得我人民幣出來 要進入 所以他一直要求他要成為世界 籃子裡面的貨幣的一部分 你知道世界籃子貨幣是什麼 世界上其他的貨幣 你敢印鈔票都一定要有相對的美金 所以為什麼要外匯存體 你們知道嗎 你外匯存體有多少錢 你現在應該印多多少鈔票 因為它就好像黃金一樣 你如果沒有外匯的話 也沒有人相信 菲州偃 Ge una como tahr down 數 δια千萬 幾百十多章 因為沒有人相信這個國家 所以美国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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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美国的美元一直在上去 它是公需 市场上的公需 这个民政官应该知道吧 这样有清楚 所以美国人 不管你怎么印钞票 买了就是买了 所以美国人 买东西不要钱 你知道吗 你要多少 一档酒油四十五米去 运给你 你要几档 一百万档 他只要钞票机在那边印就可以买了 是不是不用钱 你们听不懂 美国人买东西不用钱 他只要负责消费 你们世界其他人负责生产 他负责当经济的龙头 中国 你听不懂 美国有共 怎么会轮到中国来讲话 你锁在中国 你思想就锁在中国 你以为中国很伟大 对不 你知道吗 美日已经合体了吗 我刚才讲说 本来 中国挑战老二日本 对不对 我在这个君尼井 你们可以去查我的网路上 我说日本经济一定会起来 中国经济一定会下去 把中间的差距拉大 因为你老三跟老二 变大那时就会胖 对吧 老二变大 老三变大 老三变小的时候 打不开 你一定要把那个拉扎 结果没想到 这种拉大速度不够 美国感觉整齐 整齐 跟日本合作会 美日合体 更可怕了嘛 是不是 美国玩得还更大 还超过我那时候想象 他还搞个TPP TPP是什么 半太平洋所有的国家 是不是以太平洋为中心 外围的国家合作会 是不是 成立一个经济体 中国是不是一路一带 又入全国家 但是美国看到未来的经济发展 是在这个太平洋为中心 是周围的国家 所以美国欧巴马总统总在讲说 亚洲政策 当然是我们决定 怎么会轮到中国 你事业上的人发生问题 会去找中国 北京吗 会去找莫斯科吗 不会啊 一定来找我们美国啊 一定找美国啊 我们就最大的 不然要怎么 未来 在可见的未来 还是强大的 你们现在来民政 我们要走什么 你怕什么 你怕什么 你法理又懂 美主长说美国怕他 因为是他告美国的 虽然你也很强大 你要不要知道这美国 为什么美国会怕 就是法律嘛 如果村子里面要当老大的 说话要算话 做事情都要公平 对吧 你说过去都是法律 对吧 你不能违背自己讲的话 这才当老大 如果不行人家会强项 你应该就不是这样说 你对那顿子是这样 对我们这顿子是这样 我们就是利用美国这个 这不能讲弱点 强项 什么叫弱点 就是 它不管你 强项是什么 它会遵守它的诺言 美国就是因为有这个强项 我们针对它的强项 获得我们的利益 对吧 没错 它强项就是它是一致性的国家 它是三权分立的国家 它是司法体系判决的结果 其他的单位会配合 你如果真的 美国就是这样 你不知道尊重好 它会给你吃到地 但是如果你知道 它会守规矩 这就是美国的 世界上老大就是要这样 才能当老大你知道吗 你如果不知道尊重好 它会给你祈福 但是你一旦知道它的规则之后 它就要遵守 要不然它没办法 撑住它的位置 它没办法照顾这些 鞋子那些 人家会闹成一团 所以它才说 我要重返亚洲 我们解决所有世界各国 领土的争议 是根据国际法 跟战争法 希拉蕊讲的 那就是代表一个大国 讲的伙的气度 既然你这样讲 我就叫你去玩 你游戏规则已经定下来 我就照你游戏规则玩 玩到你没有话可以说 所以我告诉你 我们坐这些 坐着 泡茶 连水手 翘膝 担结果 就是这样 不用烦恼 烦恼什么 人家继续还算 有人说什么话 不用烦恼 法律你骗就知道 民众里面 如果骗不骗的人 就有烦恼 如果骗的人 劳心知道 坐这些等 时间多大国我不知道 但是等就是了 因为你的位置都站队 位置站队的人 不要犯错 你如果走出去就犯错 你位置站队 等就好了 不是 你移动位置反而犯错 打球也是这样 位置站好 我就在那边等你来上篮 看你怎么上篮 对不对 所以上台湾民政委的课 会变聪明 大家好高兴 同不同意 同意 对啊 你过去学校有学到这么多吗 我跟你讲 你们姿子也不错 所以我 真的一下都拼骨 就是抓到要领 这就是快乐嘛 人生的快乐是几件事情 必翘是一个快乐 变聪明 所以你们眼神会改变 上过我的课 眼神会改变 上过民政委的课 都会改变 所以我们在那边上课的人 眼睛都紧紧的 这后面的眼睛都紧的 一开始出几次 都啰啰啰啰 你知道吗 现在 你们也应该去讨侃那个星星来 你们看面穿就啰啰啰啰 不知道 来这里眼睛变金 好 还有半个小时 在里面补充一个 你们有体力在听吗 还是我再讲一个故事 好啦 再讲一个故事 再讲二知识学大战 二知识学大战 德国有一个俘虏营 俘虏营关的是什么 俘虏 很多人讲 那不是 那叫集中营 才是关犹太人 但是俘虏营里面关俘虏 那战争快结束的时候 这个俘虏营 你知道俘虏营里面 关俘虏的话 都驚人头走都会射卫兵 站在外面 对不对 没错嘛 怕他们跑掉 可是德国这个俘虏营比较特别 我对你讲为什么 他是怕你 因为俘虏营 德国人为了要符合日内瓦公约 对于战俘的规定 所以呢 三餐都给他们吃 你知道吗 还包括宵夜 所以你当俘虏还不错 在俘虏营有三餐 都没做什么事情 就粗糙 吃饭 睡觉 还有点心 可是德国人在外面 就没那么好过日子 因为战争到后来 弄得蜜蜜蜜蜜蜜 几乎都没有失误了 德国人自己吃不好 穿不好 睡不好 对不对 结果反而是俘虏营里面的人 过得好日子 所以很多德国人在里面工作 就想偷偷带东西夹出去 给他的家人吃 你知道吗 所以俘虏营的那个卫照 本来是要管俘虏跑掉 俘虏才不要跑掉 那傻子走出去就死了 对不对 腰死 出去也腰死 没人要走出去 大家都乖乖 做俘虜就好 我現在不會說台灣人 要嫁害什麼 你嫁害自己獨立就有夭壽 你乖乖的當俘虜嘛 我讓你美國接 你就要給我照顧嘛 是不是 是不是 你要嫁害獨立你就去當兵嘛 你要成立部隊 要對抗中國 對抗美國 要對抗日本 你有那個裁標嗎 台灣人沒有那個裁標啦 好 再拉回來 剛才講 在俘虜營裡面 衛少每次都說 你要出去嗎 來 袋子打開 檢查看看 好 下一個 袋子打開 摸 下一個 剛好裡面有一個衛兵 他跟裡面一個工作的德國人就寫起來 他跟他講的一句話說 我跟你以前是一起長大的啊 你什麼看我算不知道 你從小就是無所不偷的小孩子 你什麼時候我檢查你過的時候 袋子裡面都扛的 很奇怪喔 你又笑眉眉的 又奇怪喔 其中有詐 你告訴我 你可以告訴我 你不能跟人家講 我才會告訴你 我好不講 我偷的就是袋子 聽得懂嗎 我偷的就是袋子 欸 不是塑膠袋喔 那時候你那個叫做帆布袋喔 帆布袋現在一腳多少 三千塊跑不掉 兩三千塊對不對 正式的登山帆布袋 軍用帆布袋是不是兩三千塊 每天偷他一個一個月三十個 三十個乘以三千塊是多少 多少 十萬塊啊 十萬塊你去買吃的不行 現在聽得懂嗎 他偷的就是袋子 那為什麼檢查不出來 因為長官教他檢查袋子裡面 是夾袋東西嘛 議題被人家設定了 所以他就裡面去找啊 都沒問題啊 但是整個檢查袋子啊 那不是 台灣人就是這樣 叫你去選舉啊 整個檢查袋子你不知道耶 那不是 現在的台灣人就是這樣 叫你去選舉啊 大家去看 三十塊五十塊 政黨補助票 哇 超好坑啊 結果你整個台灣去吃了 台灣人搞不清楚耶 我講這個你們就懂了嘛 對不對 因為議題被設定 照理說應該入口的地方 檢查有沒有帶袋子進來 出去有沒有帶袋子 這樣對不對 他沒有做這件事 他好像檢查出去 有沒有帶罐頭啊 食物啊 因為你一開始 預先預期的東西 已經被設定好了 所以你看不到整個大件事耶 整個大架枯看不到耶 是不是 怎麼就被人出去了 這樣有得聰明嗎 絕對有嘛 我的故事一個都比一個 都要用腦 真的 來這邊不用腦不行 所以你不會有老人吃在燈 不用歡樂 來這裡是 所以我告訴你 沒有老人 只有心態上老的人 我管你老人 你頭子清楚 你就比年輕人還要更來 所以來這邊 沒有什麼年紀的問題 只有你頭腦清不清楚的問題 你知道嗎 而且你是 來民政府是活到老 做官做到老 學到老 不斷的學習 你現在有家人嘛 你現在不是吃錢睡 這樣死 買東西 不是這樣子 嚇水 太慘了 來這邊讓你整個人生改變耶 過去你說話的人 沒有來給你信託耶 對不對 你講話誰聽啊 你過很多沒有人要聽耶 但是來這裡你講話比較少 但是有人要聽 這是很大的差別耶 你以前在這個社會上 你是Nobody啦 我跟你講 講得實在啦 因為Sanbody都不要來了 是不是 Nobody就是無名小卒 Sanbody就是大名鼎鼎人物 大名鼎人物不會來 為什麼 因為他在那邊已經吃香喝辣 幹嘛來 這就是社會一個大變動的時刻 我告訴你 真的把台灣人拼起來 就是這個台灣民進府說的問題 你過去在他虛假的系統裡面 賺大錢吃香喝辣的人 都不會進來 真的過去竟然靈地 大小的 竟然棄膚 會台灣人來這裡讓你帶 因為過去中國人 就刻意把台灣人的精英殺掉 你創的台灣人 永遠在他的腳底下踩 用遊戲規則玩你 但是我這樣看起來 我們大家都是聰明的 聽我說的人就是聰明的 所以你們不要用情緒來聽我講課 用理性來分析我講的內容 檢閱我講的訊息 挑戰我講的內容 你如果說不到挑戰我 是當來我希望人家來挑戰我 如果沒有作業比我好 我希望以後是你們當中的人 站在這邊來演講 講的比我更好 我只是一個畫家 我也只是老師而已 沒什麼了不起的 因為人家的任務 因為法律 讓人家清醒起來 你突然變成一個海綿一樣 一直在吸不同的知識 嘗試觀念思想 你會覺得這人生活的真有意思 我跟你講 台灣這麼久來 你們真的好命才會遇到這件事 遇到之後 你又會讓參與這件事情 你跟這件事情有份 跟台灣頭白這件事有份 你在歷史上是流明的 不然你過去在外面的事 那是什麼 會當作什麼 寫不出來 可是你們現在想 台灣民進府的 待大領台灣人 頭白帶的人 就你這人 不要小看自己 這是命中注定的 我也跟那些人說 那沒一個人 等到整個事情翻的時候 你再後悔 想當初 早來都太慢了 對不對 好好的珍惜 在這邊上課的時間 沒有在開玩笑 來 再跟你們講一個 比較硬的 剛才是軟的 現在講硬的 對不對 軟硬兼絲 這個是整個 基本市場運作的機制 最下面那個字叫做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研發 記得 研發 你們回去 如果沒有作品 以後回去上網 也是一樣 看到這一段 你看整個 就好 我的PowerPoint 是不會給你們的 再來 Technology 叫做科技 一個字一個字介紹 上面叫做Marketing 市場 來 整個資本主義的架構 就建構在這個倒山角形上面 在16、17世紀的時候 黑暗時期 天主教壓迫 人民只有國王跟農夫 都賺錢給他 基本上以前經濟結構是這樣的 永遠的赤龍就下面就下面 可是呢 R&D是什麼 開始 天主教有一些 教室 開始去研究大自然 比如迪卡爾拉西 這發生什麼事情 迪卡爾 這些科學家去大自然裡面 找到一個東西 就研究研究 講一個簡單 不然你們睡覺 你們家裡聖水嗎 有啊 每個人都聖水 但是你們就是不是科學家嘛 所以聖水這件事情 對你來講 不會造成革命性的影響 乾杯買一件事 聖水會清煙 對不對 滾了會清煙 人家把它發成真雞雞 喝不得啊 你想像我這個自然 喝就好 比較衛生 這樣而已 科學家就是科學家 這件事情就變成很偉大的事情 就改變整個人歷史 因為 有R&D的發生 就產生了technology 就是Combustion 內燃機就出來了 內燃機用蒸氣推動內燃機 對不對 有機器開始運作 對不對 以前做一箱的 一天 一禮拜做一箱 兩天做一箱 現在一天做幾個八箱出來 對不對 因為technology improvement的進步 產生大量的製造 製造這些產品拿到市場上去賣 Marketing 市場大家供應你的需要 電腦 用一個money system 金融貨幣系統 把這個好處再賺回來 所以用錢再賺回來 有沒有 再來做什麼 再來做什麼 R&D 再研發 再研發新的東西 新的東西再拿到市場上去賣 再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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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第一階層給你們insight 就是看到大自然的奧妙的地方 抽出來 再來給你power 因為你知識上的研發產生能力 power 給人類能力 這個power拿去做什麼 產生獎品 因為你有製造生產能力 造福人類 就產生很多的獎品 獎品有錢 好坑的 可以賣得更好 對不對 就這樣 在你嘗 在你嘗 所以你現在有手機 這份主義好不好 它有好有壞 但是好的部分很多 壞的當然有污染 有那個 那個是按照你要研發新的東西 來解決污染的問題 不是說我們一樣 把全盤否定掉資本主義運作 這就是資本主義 但是一個輪子一樣 滴滴嘎 所以這個輪子嘎 人類從以前說一句話 就要揹兩條線 跟你說一句話 現在要把手機卡一下 還有我們看到對方 對不對 還可以送text message給對方 都可以啊 所以因為資本主義的運作 才是什麼 ignorance was overcome 無知的人越來越少了 現在連印度那些 無受教育都會上網 所以他很快就學會很多文字 很多知識 Google一查都一大堆 對不對 所以人類現在 不識字的越來越少了 因為科系的發展 人類突然每一個人都 我沒錢了呢 還可以用高科技產品呢 不簡單喔 再來 Desease was cured 過去一個黑死病 一死幾百萬幾千萬人 對不對 現在只要一個 死個幾個人 馬上那個 國家防疫系統 國際防疫系統 馬上就佈局 就把它封鎖掉了 那以前 我跟妳講 光講這個防疫就很可怕 前陣子SARS出來 不是SARS 那個 最近 前陣子 情流感 不是情流感 什麼 伊波拉 OK 這後來解決的問題 居然是日本一個科學家 在他實驗室 20年前就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病毒一發生 你再去做研究 太慢了 絕對不會有 所以有很多的科學家 每天 在實驗室裡面做研究 才可以知道事情 那個科學家說 我做20年了 沒人認識了 每天就是上班下班研究 結果我怎麼知道 有一天 這個東西變得很有用的東西 就拿出來給大家用 救了很多人的命 但是我跟妳講 成立一個實驗室 少說十億 多則百億 實驗室 一般高科技實驗室 裡面要養很多人對不對 你至少一組人要十來個 每天在那邊上班下班 每個人都拿博士進來的 實驗室很多器材 要做很多實驗 要做樣本 要抽樣 要養動物 那不用錢 那也過了十億 錢從哪裡來 從這裡來 市場回來以後 再播一部分做R&D 所以所有 我跟妳講 正規的上市上規公司 西方國家 都要知道一件事情 每年的利潤 提拨2% 5% 10% 做R&D 不斷的往前發展 要不然妳的企業競爭力 沒有妳就奧子 過去台灣人不知道 因為我們都做製造生產 只有這塊 這塊 這塊 製造 人家下訂單 妳去做做到最好 交回給對方 賣賺的錢也是 所以我管那 國台銘很大 都賺的毛利 0.幾% 秋西朗 Apple一次 40% 50% R&D 對不對 賣一支手機 40%的利潤在手中 60%的利潤 剩下的1% 給妳們去分 就產生了所有的大企業 美國人有厲害嗎 很厲害 遊戲規則它是制定的 我只是說 實驗室幾十億 人就是要那個遠見 在事情還沒有發生之前 國家的力量 因為看得比較遠 不是私人企業 只看一年十年 國家跟他看百年計畫 所以錢行滑下去 滑下去之後 這項人在研發 但是事情 馬上拿出來使用 對不對 我們賣藥這種觀念 因為妳像個國家 過去妳是被他奴隸教 奴隸不用拔擠 但是妳要做民政務官員 我就要給妳拔擠 這才是真的解碼 解開這個密碼 我解開密碼 妳就覺得 我人生太短了 怎麼這麼晚才能認識這個 民政務怎麼這麼晚才起來 有沒有 相見恨晚 如果以前知道 不是比較好 對不對 我不會撩整四人 不懂得鬆鬆鬆鬆 不懂得鬆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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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現在妳做每一件事情 都很有意義 要睡覺要睡覺都是為了台灣人 因為妳這個人就很重要了 妳的價值已經站起來了 主導合法會透過我們講話 妳的價值就起來了 是不是驚訝 嚇到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命運 恩命 OK 講到這個 Poverty was eradicated 現在已經沒有所謂的散車的人了 那是妳不趕走才散車 妳只要肯工作 一定會有收入 多少而已 按照妳不同的才能 賺多賺少 但是一定不會餓死 現在 妳如果說要要邀喜 妳馬上打電話給電台 動作 說我都要邀喜 馬上一大堆錢就寄給妳 對不對 是不是 對啊 而且多過妳也要的 而且還被國稅局去查 看妳現在到底賺多少 對不對 是啊 而且現在所謂的餓死 都是人為的 比如說我們錢捲到非洲 結果是人家那個 派人把錢都拿在手上 控制掉它的人民 這是人為的 那妳真的要 其實是一樣生產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可以救 妳知道印度人 百分之四十的食物是丟掉的 印度很窮 我們覺得很窮 吃不夠 對不對 我跟妳講他們婚禮的時候 就是會騎 所以大部分食物是白好看的 但是大部分是要噴掉 百分之六十到八十都是丟掉的 他們都吃一口丟掉吃一口 表現出它很好 印度喔 食物這麼不足的國家居然這樣浪費食物 所以法國也要求啊 要節省食物啊 人類現在絕對是夠用的啦 是人類不會好好的 珍惜管理 大自然給妳的資源 妳就不會這樣 量上去它開了 我看妳要開多久 開到... 對吧 Human Rights was Awareness 現在開始尊重人的權利了 喔 因為資訊的發達 任何不公平的事情發生 馬上資訊到 只有一個例外 台灣民政府的資訊一直出不去 很奇怪喔 資訊這麼發達 民政府這麼清楚的法理 在這邊演講 大家怎麼會聽不下去呢 所以有一個barrier 你們要注意喔 所以即使這個運作的過程當中 我以後會跟你們講 另外一個系統 這個是資本主義的系統 一樣會讓人盲目 盲目在哪裡 家庭頂管 以為人生活的就是 吃飯睡覺要唱歌跳舞買咚咚 吃飯睡覺要唱歌跳舞買咚咚 我上次講過嘛對不對 我把人分類 你們要當官員要把人分類 有頭的沒有頭的 跟動物一樣的人 對不對 那你如果設定在動物 當然聽不懂民生的法理 你如果設定是無頭的人 像柯P這樣子 也是不懂法理 隱性的中華民國政權的支持者 你才甘願在那裡 在那裡的系統去算嘛 你智商多高 跟智商高低沒有關 跟你對事情的 是非對錯 堅不堅持有關 再想一想喔 所以除了資本主義這個系統 還有另外一個系統 以後再跟你們講 可是現在我一直沒有機會 這個系統先讓你知道 資本主義怎麼運作 好 在這個運作的過程當中 美國軍政府要求我們兩條路不能走 哪兩條 第一個台獨 第二個 什麼 不能走共產主義的路對不對 兩條喔 第一條是不能獨立 第二條很好啊 你們知道一半50分 另外50分 不可以走共產主義 為什麼 因為整個資本主義在運作嘛 共產主義是什麼 你們知道什麼叫共產主義 先有民族資本主義才有共產主義 還是先有共產主義再有資本主義 不是啊 當然是先有資本主義裡面的 不平等共產主義 就是啊 病嘛 就是你們這樣不公平啊 我們大家都有飯吃啊對不對 然後呢 那什麼叫做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我跟你講一個重點 這個輪值要尬兩件事情 什麼兩件事情 什麼兩件事情 你們想也想不到喔 輪值要滾的時候要兩件事情 我跟你講 動力對很好動力 動力怎麼來 它要大量的消費 你市場去賣要有人買東西啊對吧 沒有啊 供需是一個 但是 我跟你講 就社會階層來講 下面的人要我往上爬的動力 如果下面的人都吃飽喝足了 他不會想努力對不對 沒有動力啦 共產主義就是這樣 人家人每次都有飯 大家都過好一支 還是怎麼可以做工作 沒有對不對 上面的有錢人覺得自己都犯罪 因為你有錢人 在共產主義裡面 你有錢人是 地富反壞右 黑五類對吧 你背著原罪 因為你叫有錢人對不對 都要被鬥倒鬥臭對不對 共產主義是這樣對付有錢人啊 要怎麼做好人 那你主要人要買東西啊 你有錢人還有一個 有錢人要買不完的好東西對不對 如果有一天 有錢人買的時候 生活好空虛喔 完蛋了 因為經濟不會動了 沒有人要買了 對不對 你要讓有錢人覺得說 我買完南某基尼 我要買布卡丁 買完布卡丁 我要買什麼對不對 再來就用私人飛機 再什麼 我一直買不完 他才會不斷的消費嘛 沒錯吧 我一棟房子不過要兩棟 我要一條華爾街 對不對 你要讓他們貪婪 所以整個資本主義 是建構在人的貪婪上面 沒有錯喔 你不要去否定他 他是這樣才能活的喔 人不貪 這個輪子加不起來 所以在資本主義的社會條件裡面 佛教很奇怪 四大皆空 都免費 對女生也沒心 你不要買化妝品 那就不對了對不對 那是印度發展出來的宗教 他是反婆羅門教產生的 叫做佛教 就一切都空啊 都無慾啊 人家出事就斷死了 這樣就好啊 但比較快 都不會生老病死啊 是不是 所以這個宗教在資本主義是 會產生矛盾的耶 所以你跟我講 你在資本主義裡面過 然後你信的是佛教 那是很奇怪的事情喔 對不對 你已經自身產生矛盾了嘛 因為你沒有在消費 你也無慾嘛 那為什麼以前會產生那個 是因為他是在印度那個系統裡面 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他無語比較好過日子嘛 可是你一旦到資本主義時候 要鼓勵大家消費 要喜歡世界 創造世界更美好對不對 不斷地藍海藍海藍 地球玩不過玩月球 月球玩不過玩火星對不對 還在往 就是你要不斷地讓上面的人 有玩不玩的好東西 他會努力 下面的人要覺得 我只要努力 我生活會改善 會更好 你不要一次幫他解決所有的問題 不是說發錢就發錢 日本前陣子有一個叫做下流社會 下流社會 下流社會有什麼意思 現在 留在日本社會裡面的年輕人 其實不要工作 為什麼 他住在家裡 一個月打工兩三天的錢 就勾他佛羅 一個月 上網不用錢 可以看完所有的電影 對不對 跟朋友卡拉OK 大家奔奔的 沒多少錢 買衣服很簡單 他也穿得很fashion UNICRO打折 哪裡打折 就買很便宜的衣服 上網 一件衣服兩三百塊 就穿得很fashion 對不對 他不會丟臉 你要出去玩 大家租個車 留在下面的日子很好過 但是你要往上爬 比如說我要當個經理 你每天上班時間 比人家提成兩個小時 比人家晚兩個小時下班 你的薪水才多一個月 多一點點 所以就造成小孩子不願意努力 下面的人不動的時候 這個經濟就停滯了 你知道嗎 所以你民政委官員 要想辦法我們要弄一個遊戲規則 對 我弱經濟 對 我會比較人懷疑 跟他們說 我只要每個人就要努力 我可以improve my life 所以這就是美國歐巴馬在講的內容 他說你們不要負面思考 我們正面思考 我們讓這個滴滴打起來 你一直講負面 講不完的 我們怎麼解決問題 悲情不會讓台灣人走出來的 現在有法律這麼好的東西 當然就把它打起來了 是不是 戰爭 因為這科技的發展 現在戰爭跟過去不一樣 這個我講完就結束 以前戰爭是不是動不動 幾個八萬戲 對不對 一戰二戰人越細越多 以後戰爭不會這樣子 為什麼 除非是最後那一次戰爭 大家開始把核子彈全部拿來炸 那是一回事 那是毀滅的日子 那不算 但是基本上現在的戰爭 美國已經提出一個新的戰爭方法 斬首行動 我殺就殺你這個關鍵人物 伊朗前一陣子 是不是有什麼 核彈 核子計畫 裡面就是幾個伊朗的頂尖聰明的科學家 在美國流完血以後 把這知識帶回伊朗發展 那時候造成美國很緊張 伊朗有核彈 結果沒辦法消息結束 緊張狀態結束 為什麼 因為那個計畫主持人 有一天上班的時候 咚 死了 叫我怕死了 哪裡打來 不知道 叫無人飛機 你看這次美國對付IS也是 我只要把IS那幾個手腦 現在網路就停了 他是負責網路那個人 他知道IS是透過網路 在宣傳他的理念 你控制幾個點 最近炸他的銀行 把他裁 對不對 前一隻炸他的油庫 對不對 所以戰爭以後都是 選擇性的斬首行動 幾個點 噹噹噹就完了 結束 事情就改掉了 所以美國是不斷在 最後講一個 你們聽聽看 當然前一陣子 我們有講說 美國在打S的時候 有網路照片 你上網去打 看得到嗎 無人那個機器人 判別你那個人在哪裡 他只打那個人 你隔壁不怕死 旁邊你帶 因為那些恐怖糞人 喜歡藏在婦女跟小孩子中間 偏偏他就可以選你打 旁邊不會死 那些恐怖糞人 就這麼準 以後就在挑戰這種 高科技的殺人方法 把製造麻煩的解決掉就好了 知道嗎 這是未來的科技 好 今天上課上到這邊 我們下課 謝謝 谢谢大家